我们接下来呢来完成这个项目当中去集成支付宝的这个支付的功能 就是从这个支付的页面点击这个逆节支付的时候 我们要呢跳转到支付宝去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大家首先要注意呢第一个问题 就是点击这个逆节支付的时候 这并不是从页面上直接跳转到支付宝的 它是经过还得经过我们抗降我们控制器的一个方法 得经过我们项目当中的一个控制器的方法 然后呢我们再给它控制让它跳走 是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呢那这里点击这个逆节支付的时候 它需要将用户选择的这个支付方式传给我们 我们再给它决定呢是跳转到支付宝还是到微信还是到别的地方 那所以这里点击这个逆节支付的时候 我们找到这个页面啊 它是在pay的这个页面 在order的save方法最后呢展示一个pay.ht面 所以找到这个order下的一个pay.ht面 然后点击这个逆节支付 我们需要去获取到呢它选择的支付方式 那所以这里要呢去加一段那个绑定事件 就加一段gs 看看这个 这个class啊 看页面上别的地方有没有 没有吧没有可以用它 在页面上呢去加一段gs绑定事件 这是呢去支付 用class 用class submit 绑定一个点击事件 knick 当点击之后呢 我们要获取到 获取到这个选择的支付方式 那获取这个选择的支付方式 我看这个支付方式呢 现在该怎么去获取啊 这个支付方式选中的呢 它是通过那个样式去控制的 对吧 它通过样式 通过这个颜色去控制的 那这个获取好像还真不太好获取 对吧 不能通过一个selective去获取了 这个样式呢 业面上没效果啊 我们现在给它加的是 没有效果的这种啊 这个可以去掉 那所以现在获取得通过它的那个 颜色 通过它的这个颜色 边框的颜色 那通过边框的颜色的话 它得获取到 首先获取到这个Li 然后得判断它的颜色了 这个代码写一下啊 获取选择的支付方式 获取选择的支付方式呢 得获取到前面的那个Petype里面的 这个右页啊 它里面的所有的Li 取到这些Li 我们就取这个Petype下的 在这个下面去取 点儿Petype啊 取它里面的那个Li表圈 那这样取到呢 其实是多个 有很多个啊 那我们现在对它呢 比如做一个E器的话 那这样写呢 就需要去做一个循环 这边换一个I一个V I一个V啊 I和V 那I呢是下标 V呢是直 V是一个Li标签 那这样获取呢 我们就得获取它的多了多了多了V的 取它的样式 取它的样式怎么选 JQuery呢可以用CSS这个方法 对吧 然后传个样式名称 样式名称 呃 边框的颜色 Border Border 是不是Canner对吧 取下的BorderCanner啊 然后我们这里打印一下 尝试地打印一下 看行不行 能不能取到 取不到的呢 就 取到了就好说啊 可以直接做判断 取不到的呢 就得想别的办法了啊 点击 一直负 取到是RGB 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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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啊 一共三个 前面这个是228的这个 后面两个都是这个21的 那 再选一下 那中间中间那个 就是228 5C 就是这个 那不是可以做一个判断了 对吧 这样取到三个呢 它的这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判断这个颜色 如果颜色是等于呢 这个RGB 28576560的 就说明是选中的 那所以这也得判断一下 取到之后 我把这个先注释掉 判断一下这个多罗贝的颜色 意思 它是否等不等于 页面上的那个 打印到的这个RGB 这个 是否等等你了 如果相等 相等的话呢 我们就去取到呢 它前面的 它有一个Paycode的这个属性 存的就是它的支付方式 是英文的那个支付方式 安你配 我们可以的VChat和这个Union 取下它这个属性 取到它这个属性 取$Zs的 $V $V的ATTR 这个Paycode 取下这个属性 我们也打印一下 如果它是选中的这个颜色的话 我们就取它的这个属性 它行 点一下 按理配 后面这个 VChat 后面这个 Union 没问题对吧 这是那根据我们现在这个页面上 这种选中方式的话 用颜色去选中的 我们就碰到颜色 那取到了这个支付的方式了 同样是把这个注释了 只要能够取到一个支付方式了 我们后续呢 就可以去发动请求 去支付了 我把这个支付方式呢 存到一个变量上 我在外边 先设明一个变量 黑扣的 等于空的 在这呢 在里边循环之后呢 获取到给它付个值 然后后面就可以呢 去发送请求 那要么是一个AX 要么是一个表单提交 比如我们这里也用一个表单提交 但还有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 直接用页面跳软也行 参数比较少 我这里只有一个参数的时候 那用页面跳软也行 但参数比较多呢 我们还是建议表单提交 那么用表单的一个提交 那就到页面上去放一个 隐藏到表单 form input 想一下这个表单当中 它需要哪些东西 这个内蒙 内蒙它需要有哪些参数传过去 第一个是不是就是这个配扣的 对吧 第一个就是配扣的 但你就传一个配扣的过去 行不行 你传过去干啥的 我们传过去 这是过去支付的 那支付的 你是支付哪个订单的 对吧 你支付哪个订单的 你得把订单号也得传过去 把订单ID或者订单号也得传一个标识过去 我就知道你是想支付哪一个订单 就没问题了 所以这里除了传这个支付方式之外 还要把那个支付的是哪个订单 你得从页面上传过去 所以这里还需要放一个呢 放两个东西 一个配扣的 一个呢 这个order 放一个ID或者orderSN都行 我们看前面页面上显示的是哪一个 是orderSN 那么我们就传这个orderSN 定单面号 然后这个定单面号呢 它是页面本身就有 这个也不会变 所以我们直接输出就行 orderSN 这个在前面 页面上方呢 我们展示过这个定单面号 这里啊 这里直接输出过这个定单面号 我们的后边 直接还是在写一份 默认就放在这个隐藏表达当中 那有这么两个参数 这个正方式呢 必须是点击去支付的时候 才能确定 所以有概念值能留空 然后呢 给它加上一个呢 提交的地址 我们自己生成一个 就放到呢 这个home下的 order下的 到一个pay的方法 提交的方式 post 我给它一个id 方便去获取 这是一个pay的一个form 那然后发送请求呢 我们现在发送请求 表单提交的话 就得把这个paycode呢 先放到表单当中去 将这一个呢 支付的方式 paycode 放到这个表单中 放到这个表单中 input name等于paycode 它的vl 就是前文那个paycode 然后再去提交表单 然后再去提交表单 获取到我那个pay的一个form 这个表单 点上它的submit 这个方法 表单就提交过去了 这是从前端页面上呢 去点击这个 去支付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页面上先放一个隐藏的表单 然后呢 去保利事件 去获取到 选择的支付方式 再放到表单里边 再提交表单 那这种方式 我们前面也写过 也写过了啊 就是放个隐藏表单 再提交的方式 这里主要是呢 去获取这个选中的 就是我们得用一个循环 对循环 加判断 去找到这个选中的 但是如果说呢 我们自己去写这个前端的样式啊 如果自己写这个选中效果的话 那可以呢 写一个class去控制它 那直接取class就行了 我们现在是用到的呢 是它原来的这个写法 用的是这个颜色啊 用这个颜色去控制它 好 那前端提交过来之后 我们到后端 就去创建一个方法 到高端控制器 我们去加一个那个配的方法 他那颗方向 一个配 这是支付 去支付 好 那跳转到这个配的方法 我们就去呢 接收参数 要做的事情 接收这个参数 然后呢 检测这个参数 然后就去呢 支付了 好 至于我们在这里 接收参数 检测参数 然后去支付 我们同时是需要呢 去做一件事情 将这个选择的支付方式 得呢 修改到 订单表 因为订单表 它原来 我们是没有选支付方式的 它用的是默认值 现在选择支付方式了 就得修改过去 然后就是去支付 去支付呢 需要根据 根据这一个支付方式 进行处理 也是选择的支付宝的 还是选择的微信的 还是其他的 好 那首先接收一下参数 imput 然后检测这一个参数 那里面主要就两个 一个是呢 这个order sn 必须要有 然后呢 它是一个黑扣的 这块也必须要有 这是呢 支付方式 然后呢 检测一下 如果有的话 validator 如果它不等等余处啊 就说明是 有问题了 dolls的error dolls的error 去拨错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至于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要去做一个修改的操作 那这个修改操作呢 是根据这个订单编号 去修改一条记录 把这个pcode呢 给它修改回去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订单表 需要把这个支付的方式 像支付的code pcode 还有一个是支付的内容 这个支付方式的中文名称 都修改过去 用这个订单编号呢 作为一个修改条件 所以这里写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有两种写法 一种是直接修改 用那个静态的update方法 直接修改 第二种选择呢 就是先查询再修改 那如果写先查询再修改呢 我们同时可以对这个订单编号 做一个判断 你订单编号传的对不对 这个订单是否存在 可以去做一个判断 那比如我们去先查询 查询订单号 查询订单 order 等于 avp common model order 污染条件 是order 下输线 sn 然后是order permise 当中的order sn 然后呢 去查询一条 用翻译的方法 但这是根据订单编号呢 去查询一个订单 那然后 为了去呢 再做一个防范啊 也防止他改这个订单编号 随便传过来 我们去加一个呢 再加一个条件 猜一猜我要加什么条件 对 有点ID 必须是当前这个用户的 你不能填一个 随便填别人的订单过来 所以取一个用户ID 然后把用户ID呢 从塞形当中去取 就这个用户ID这个条件呢 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的 一般正常情况下 就是我谁登录的 他就去谁去呢 提交订单 去支付 所以没问题 一般情况下都没问题啊 但是我们也做一个安全的防范呢 就是加上这个用户条 然后查询之后呢 我们判断一下 有没有查到 如果说没查到的话 这里反问的是个空的 就说明他的订单编号呢 有问题 我们就给一个 报错 这个呢 订单不存在 那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们再做修改 修改呢 就修改这个order 它里面有一个paycode 等于我们Permis参数当中的paycode 那这还要有一个呢 是他的那个payname 他的中文名称 中文名称什么地方有 中文名称什么地方有 config配置文件 这个数字里边 那现在我们能够拿到的 比如说呢 已经知道这么一个 anipay这么一个名称了 这个code了 怎么去里面找到 他对应的payname 不用循环 因为我前面加了一个下标 所以不用循环了 有下标的话 我就从paytype里边 再取一个anipay的下标 再去取到里面payname 就可以了 那所以接下来取这个 名称的时候 大家看我这个写吧 看fake 第一节 配置项的第一节是那个paytype 点 第二节 用点表示呢 取它下面的某一个 就是数组这些办法 我们session里边也是可以这么取的 userinfo 点上id 取它下面的id 这里config也是一样 我取这个paytype 它下面的 它下面的应该是呢 比如anipay或者说pichet 那这个具体的值 又是通过参数传过来的 所以我这里拼接一下 $promise 它里面的这个paycode 然后那这样取到的呢 又是里面的 取了这个了 两节paycode 点上一个anipay 继续取里面的payname 我再点上一个payname 继续点 点上一个pay下线内蒙 这样去取 取到之后呢 把它修改到这个定单的信息里边 然后呢 再保存 多少order的c计划方法 保存一下 好 这是呢 去取这个配置项里面的值啊 也可以呢 用这种点子语法 取数组当中的某一个 取到之后呢 那这里去修改了这个订单了 接下来就是去支付 所以后续呢 又去支付的过程 那去支付的过程呢 我根据我们的支付方式 选择的支付方式不一样 那做的处理肯定不一样 你是支付宝的 做微信的 那肯定处理不一样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对这个支付方式再做一个判断 这个判断呢 比如它适合啊 用这个switch 单一佛要死没问题 但这里也比较适合 这个switch 我们判断premise当中的 这个配扣的 switch 然后case 那比如它有呢 这个anibate break 再一个case 比如它有这个wechat 它有这个呢 一年的那个union break 那一般呢 写switch case的话呢 我们加一个deport 默认 默认走哪一个 然后比如我们这里默认给它走支付宝的话 反正那三个选一个 默认走支付宝的话 我把那个支付宝这个呢 把它删掉都行 或者说 我为了明确一点啊 写出来更好 我把它放最下边去 放在这个deport的上边 然后把这个break呢 给它去掉 这样表示这两个情况 都走这个deport 只要你没有break 它就会继续往下走 所以前面两个 我break掉 你配得我 不去break了 这前面是微信 微信支付 这是银联 银联支付 在后边这就是支付宝 支付宝 这是默认 默认支付宝 走到这 它后面其实 default后面 你加不加break 其实不影响了 它后面没了 那这是根据这个方式呢 去进行一个判断 判断区分 做不同的处理 暂时我们先写到这 这个视频先停掉 后面我们再单独来写 一个准宝的 我们再次准备 我们再次准备 我们再次准备